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战的解说员龙凤 咱们继续来看5月20号的直播集锦 先来看这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Sashimi 80红桃 Race到了1000 大盲位的大本20不同色做了300 既然大本拿着这么差的棋手牌入池 那肯定是要对Sashimi发起猛攻 不知道Sashimi能不能扛下来 好 那么Sashimi在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 还是用80红桃跟了下来 翻牌 有一张8 但是红桃是一张也没有 大本拿到一对二 翻后并不影响他进攻 一手20肯定是要当一手圈圈KK来打 下注3300刀 这一枪并不是很重 已经低于了翻前300的额度 那么有中牌的Sashimi至少在翻牌面 还是能跟着动的 现在就看转牌大本这一枪了 转牌一张黑桃Ace 这张Ace很有可能在两个人的棋手范围里 那么互相之间可能会有所忌惮 可是大本呢 他是率先进攻的那一个 只要他能打出一枪 那就有机会直接取胜 Flop上打3000 特上至少也得打上个7000左右 我去大本这一枪是直接打出了一个满池 哎呀 这Sashimi要怎么办呀 不过仔细想一下 这打的吧 倒是好像一手铜花牌呀 而面对这个满池的下注 Sashimi并没有胆怯啊 他一个秒call跟下来 最终大本是直接放弃了 可以啊 大姐头 我本以为啊 Sashimi转牌是扛不动的 不得不说 大本打的也有点着急了 还不如转牌打上7000 把剩下那一万 在盒牌丢出来啊 来的更有效一点 来看这一手牌啊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尼卡尔波加注到了1200刀 被牙医推回了9700 哎呀 这牙医为什么要这么搞啊 但是他恰好撞上了 尼卡尔波有牌 9700刀 尼卡尔波要怎么处理啊 考虑对手拿到更大的对子啊 是有可能的 好 四败 三万刀的四败 但是他看到牙医的是一个跟注啊 那这样的话 牙医直接暴露了牌力啊 最大一手AK 拳拳 勾勾也有可能 好 那么来到番后 尼卡尔波有位置优势 基本上又了解了对手的起手范围 那这一手牌 尼卡应该会比较好处理 弗洛普490两张草花 牙医拿到一个中队 先手过牌 尼克再打出一枪 6万的婆 1%下注 这手牌牙医比较麻烦 这番前搞得太大了 真的搞得太大了 刚到番牌 底时已经上10万了 转牌一张钩 顺着面被发了出来 尼卡尔波秒推出low in 别看他这个ow in 推的是轻描淡写啊 但是牙医的心里 可是惊讨骇浪 他不知道尼卡尔波 是否会是一手AK啊 而尼卡尔波真的有恃无恐 自己拿着两张K 根本就不用担心 牙医拿到圈K这样的顺子 这么打 是真的不想跟牙医纠缠太久 他希望再转牌 直接把底时收下来 可是对于牙医来讲呢 一对酒吧抓机是够了 但是对手KKAA 你怎么抓得动呢 牙医自言自语 说尼卡尔波 你有可能拿到的是一手 然后一算 好像对手无论拿到什么牌 自己也打不过 还是番钱把底池拉得太大了 来看这一手牌 尼卡尔波好像调整了自己的棋手范围啊 开始玩一些边缘牌了 全八不同色 瑞斯到500 牙医装位K5S跟住 大盲位的笨老板 三四不同色也跟了下来 翻牌 二三K 大本一对三 牙医在后卫啊 拿到顶对 翻后尼卡尔波打出800 牙医秒扩 有中牌的大本 当然也不会走啊 好 转牌 一张四 大本拿到后手的两对 这不打吗 两个对手有K的肯定会跟住啊 大本还是在埋伏 牙医呢 于是站出来打架指 这张四也给到牙医一个双头顺的听牌啊 直接打出3000 大本反加到了1万1 有K是吧 啊 这和牌 哎呀 确实运气比较差呀 和牌竟然还是一张K 大本本想转牌舒舒服服的拿价值啊 和牌在开上那么一枪 没想到 对手很明显有K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拿到第三张K 来看这手牌 Viktor K勾入池 Race到了500 尼卡尔布口袋10 300到了2000 索比口袋6跟住 古迪安伦小猫卫A5盖牌 大猫卫的大本7四盖牌 最终这是一个三人池啊 翻牌有勾 勾圈三两张红桃 Viktor拿到一个中队 被盖上两顶大帽子 又面对两个对手啊 尼卡尔布翻牌也是打不出来了 可是转牌的一张10呢 让尼卡尔布柳暗花名 不过这张10发出来 这也给到Viktor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Nik打出三千 Viktor秒扣 来看合牌 胜负难料啊 合牌竟然是一张A4啊 这牌面变成了单K成顺 Viktor运气是真不错 合牌Viktor过牌埋伏 他希望尼卡尔布还可以啊 勇敢的站出来打价值啊 爽 拿到后门的Nats 面对对手小额的价值下注啊 这一枪 哎呀 Nik为什么你只打两千呢 Viktor反加到了一万刀 很无奈啊 寄生鱼合胜亮 既然啊 再转牌给我一张10 干嘛合牌 又掉一张A4呢 今天晚上不得不说 Nik阿布的运气啊 是真的糟糕啊 不停的被发死 被发死 再次被发死 呃 Hoodie Allen身上这块牌子啊 改成了We missed the old Nick Arbol 我们非常怀念啊 之前那个叱咤风云的Nik阿布啊 完了呀 Nik阿布有人嘲讽你啊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Hoodie Allen入池 A5不同色 加注到500 Greg在大忙位 用一手同色牌啊 选择了跟注 翻牌568 两张草花 Greg拿到顶盾 翻后不打 而Hoodie呢 只有一个底盾 底盾翻后开出一枪 很轻 300刀 这个底持目前1600啊 Greg顶盾直接反加 他知道Hoodie啊 牌也好不到哪去啊 1100刀 Hoodie继续跟了下来 来追自己的一张A4啊 或者是一张草花 说着说着呢 这张草花就来了 而Greg在转牌拿到8-2两对 直接打出一个满持 很明显这张2啊 让他又爱又恨啊 爱的是中对了 恨的是第三张草花发出来 对手很有可能啊 会拿到一手强挺牌啊 Hoodie扣下来 最终合牌并不是一张黑色牌 那么对于Greg来讲啊 还好 9500的底持 Greg只打出了2000 这还真的是奔着一张5在拿价值 而Hoodie Allen反手是推出了O-in 哇 真有你的Hoodie 这个偷驰让我也意想不到啊 再次给出书牌牌手一个特写 他要改小黑板了 这有点拉仇恨啊 先是赢牌 再亮出自己的bluff 然后呢 再写一句话 嘲讽对手 reverse the neat 这并不是在嘲讽对手啊 这是 这应该是说给自己的吧 表示自己后面只玩好牌了 不打这些乱七八糟的边缘牌了 来看这一手牌啊 大本三败入持 装卫石钩黑桃 2700刀 歌手Hoodie Allen A3草花 反手选择了跟住 两人单挑 Walmart Garrett 这是什么梗吗 呃 沃尔玛超市的盖哥 弗洛培圈五 Hoodie Allen拿到顶对 踢脚很糟糕 先手选择过牌 大本翻后打上一枪 卡K的顺子听牌啊 外加一个后门的铜花听牌 1600刀 打得很轻 Hoodie中牌跟住 转牌 一张黑桃三 这是一张麻烦牌啊 Hoodie Allen做成A3两对 而大本的牌力呢 也大幅度增强 现在变成了一手花顺双抽啊 Hoodie再次过牌 转牌的这张黑桃 也给了大本下注的底气 直接是打出了三分之二个坡 Hoodie这边好像没打算加注啊 在我看来 似乎加注更好一点 不过以大本的性格 怕是也很难被打掉 最终合牌一张黑桃八 本做成了后门的铜花 而Hoodie能预感到危险吗 Hoodie先手过牌 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啊 看起来他并不是很喜欢 合牌的这张黑桃 I have to call 我不得不跟住啊 面对这个超时的下注 Hoodie没有半秒的犹豫啊 七万五千的底池 恭喜大本啊 后门的铜花啊 杀伤力真是够强的 来看这一手牌 牙医全球草花 枪口为Race到了500 Hoodie在他身后啊 拿到了一对K 仅仅三败到了两千 Greg装为一对二跟住 还有牙医也没有走 这样的话一个三人持 Flop圈二七 Greg在后卫中赛 而这手牌他对上的呢 是圈圈KK啊 哎呦 这手set二估计能拿到啊 不少好处 翻后Hoodie超队 直接开上一枪 底池六千五下注三千五 这一枪还是挺重的 他不介意在翻后 直接收持 毕竟自己刚刚被一手铜花 所击败啊 他讨厌这两张红桃 Greg在数筹码 这可能是一个反加 五千八千九千 打出了九千五百刀 很好 看到一个下注 一个加注啊 牙医的顶对 是直接盖掉了 顶对踢脚并不好 不纠结啊 也是对的 不过对于一个超队来讲 可就没那么容易盖牌咯 Hoodie Allen继续跟了下来 这手牌KK的胜算啊 非常的渺茫 转牌 红桃 哎呦 这是张好牌 Hoodie Allen讨厌什么来什么 但是反而这张红桃啊 有可能会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Greg转牌继续打 抵持两万五 下注这一枪明显啊 变清了 打出九千 他就怕对手忌惮这张红桃啊 没敢把转牌的下注啊 拉得太大 而Hoodie Allen直接一个盖牌 也是伤了Greg的心 Greg说 哎 Hoodie你这牌打得有问题啊 你这拿着超队翻牌面 你为什么不推呢 实际人KK打得很稳啊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牙一K圈 Rest到一千 大本九十不动色跟住 Victor大忙位的一对八 也跟了下来 还有Nikarbo一手A9黑桃 也是选择了跟住 Flop K79 两家中9 一家中K 牙一这手牌有位置优势 翻前是牙一起Dopen 翻后直接打出半池 最终只剩下了Nikarbo一个人啊 一对酒跟下来 转牌一张草花3 牙一装作很讨厌这张3的样子啊 把3给翻了回去 这是个不到9000刀的坡啊 牙一反手直接推楼印 你看一个牌手啊 突然很反常 那你就要小心了 对手行为诡异对不对 对手下注很像一手偷鸡 对不对 那你更要小心 而Nikarbo说自己的牌啊 是足够跟住了 确实足够啊 足够去抓鸡了 但是 真抓不动啊 来看这一手牌 索比圈二黑桃 Riss到500 牙一一对钩 做了一个Double Riss 霍迪亚伦AK 四败到了四千 翻前的拼墙有点激烈 啊 这 牙一 直接推出来了 一个五败接一个O印 口袋钩跟AK撞到了一起 AK因为被锁掉了不少顺子的奥斯 胜算只有四成 不过 好在是一手同色牌啊 Hoodie还是有机会的 好 那么来看一看这一次跑马 两次发牌啊 第一次发牌上来就是一张钩 那AK直接记了 转牌一张二 听周云带了 好 那么第二次 哦 翻牌有K哦 可以的 这手牌啊 打了半天可能又白玩了 勾 来一张勾 没有 果然概率学这个东西啊 在大部分时候啊 它还是起作用的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沙姐闪亮登场 K勾三百到了三千 Greg本身是一手K圈啊 起的open 直接也是负掉了 今天晚上 撒什米打得很稳啊 一直在赢 最终三个人的底池 翻牌六七勾两张草花 大本拿到六七两对 撒什米拿到顶对 大本在等撒什米的行动啊 看到下注之后 这应该是一个反家了 哇 撒什米直接是打出了七千 这枪打得非常重啊 大本并没有往回家 仅仅选择了平空 转牌黑刀石 大本继续过拍慢打 而撒什米选择控持 哎呦 这张盒牌 哇 傻姐 今晚这个运气啊 真的是爆炸呀 可怜的大本一直在挖坑啊 可是这个坑挖到最后 发现埋的好像是自己 气死我了 好好的两对啊 就这么被淹掉了 今晚呢 撒什米确实无敌啊 人狠话不多 好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维克特面对大本 在他身后啊 做了一个三败 用一手四五的Sooty 盾反手 A勾红桃跟住 那么两人单挑 维克特也是一位凶狠的牌手啊 打得并不松 但是真的很凶 flop七八勾两张方块 大本拿到顶对顶踢 而维克特呢 这是一手花顺双抽啊 反后维克特打出五千五 奔顶对秒扣 转牌 要什么来什么 维克特直接拿到了顺子 而这张红桃六 也给大本啊 提升了不少战斗力 给大本发成了一手 后门的A花挺牌 维克特第二枪 拉大了一倍 吓住尺度啊 大本不出意外 顶对只能是过牌 那维克特一看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推了 大本啊 大本慢慢想去吧 大本说 我的牌比你们想象的要大的太多太多了 你个说听你这么说啊 就知道你有一对七啊 好吧 这手牌最终大本整整考虑了四分钟啊 给大家跳过了 那么来看最后的结果 大本一通疯狂的试探啊 一直想拿点信息 但是维克特全程只有微笑 最终大本还是选择了盖牌 维克特选择亮出了自己的一张五 A5方块 并不是A5方块 维克特非常的友好啊 跟大本说你盖的漂亮 那么这言外之意就告诉大本了 自己有什么牌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 这一张牌桌的战斗呢 暂且告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觉得还算精彩 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吧 还有注射4000